而老铁们一定会问,长脸这期为什么要聊蝗虫呢? 因为就像肺炎一样,蝗灾一样,全球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整个地球是一个整体,是会相互影响的 灾难真的不是好笑的事情 也不是任何所谓的嘲讽或者攻击他国的机会 哈喽大家好,我是长脸 今天和老铁们聊聊东非的蝗灾 首先建议大家可以悄悄的关注一下农业股 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国近期呼吁全球关注蝗灾 蝗虫的破坏力空前,全球多地引发粮食危机 蝗灾波及东非几个国家,接下来肯定会造成粮食短缺 非洲人张嘴要吃饭就会从国际上调配 国际粮价估计要上涨,其他国家的粮价可能会上涨一波 但是对我们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影响不大 毕竟中储粮不是摆设 而且国内的主粮价格是国家控制的 国内的粮食收购价一直高于国际价格 国内需要大量进口的其实就是大豆 而大豆并不适合作为口粮 进口大米倒是会受影响 但是那些大米本来卖的就比较贵 进口大米并不是大多数的普通人经常消费的东西 至于我们国家其他的粮食基本都是国产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很有意义的 除非像朱文一样中国也遭遇了大规模的蝗灾 否则这次蝗灾对中国的影响不大 那么此次东非的蝗灾会不会波及到咱们中国 蝗灾听着像上古时代的事 其实到现在蝗灾还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视的事情 东非蝗灾目前已经渡过了红海 进入了欧洲和亚洲 已经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 据我们中国也只是一步之遥 2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全球预警 希望全球各个国家高度戒备目前正肆虐的蝗灾 防止被蝗灾入侵的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FAO表示此次蝗灾的破坏力 是东非地区25年之最 是肯尼亚的70年之最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已经宣布 农业生产完全停滞 而我们中国历史上蝗灾也不少 但是多是与干旱联系在一起 而东非那些地区却是暴雨 反而有利于蝗虫的繁殖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蝗虫是飞黄 它和这次造成东非蝗灾的沙漠黄是不同种类 所以由于气候、种类、地理阻隔等因素 此次东非的蝗灾波及到咱们中国的可能性比较小 老铁们除了专心防疫以外 就关注一下股票吧 指不定能赚点零花钱 去年让老铁们买黄金的是不是都赚了 既然聊到蝗灾 那咱们就讲讲它的危害 蝗灾波及到东非几个国家 蝗虫过境寸草不生 地理的粮食都被祸害光了 而蝗灾过后的青黄不戒才是最可怕的 经济差一点的国家或者一些小国 如果没有大国的帮助的话 饿死人简直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接下来肯定会造成粮食短缺 不少当地人有可能会被饿死 这里给老铁们先放一段 蝗虫漫天飞舞的视频 仔细看天空与大地之间 移动的那一团团黑影 咱们先放一段时间 蝗虫飞的速度非常快 单只蝗虫用我们的肉眼来看 有可能我们都看不见它的飞行轨迹 而且来了就吃 吃完就走 一点都不含糊 长脸都能想象得到 当地的农民只能呆呆地看着 脑子里充满了宗教式的末日审判的 啥都干不了的那种绝望 真的很心疼他们 当然 蝗灾也并不是别人家的事 我们中国并不是已经没有蝗灾了 只是蝗虫的品种不一样 而且我们的蝗灾也在每年的发生 但是现在的应对措施也多了 虽然也只是被动的防守 但至少不会造成大范围的减产 所以报道的也少 像咱们的新疆 内蒙年年都会发生蝗灾 而且经常有哈萨克斯坦的蝗虫越境来袭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不会只是呆呆地看着 中国是每年都有投入各种措施进行防治 老铁们随便去看看纪录片就知道了 当然这个治理措施肯定不能是人工抓捕 然后吃了 虽然前几年的山东荒灾 悲催的蝗虫遇到了一个专门吃他们的地方 当地收购蝗虫的价格大概是几百块一斤 然后漫山遍野的人头都拿着兜子去抓了 几天后连个蝗虫腿都看不见了 但是这毕竟是个例 中国人的防治措施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以及我们中国人的集体力量 蝗虫喜欢湿润的地方 而蝗灾往往发生在干旱的时候 有所谓旱旗而黄 久旱必黄这种说法 中国现在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预测蝗灾 现在蝗灾的发生 主要在黄泛区和草原区 所以蝗灾肆虐再可怕 它也是有天敌的 中国现在一直在利用化学防治 物理防治 还有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比较有意思 就比如用老铁们常见的鸡鸭 不过那不是普通的鸡鸭 叫木鸡或者木鸭 就是训练过的鸡鸭大军 2000年7月有一个报道 介绍了如何训练一支由70万只鸡鸭组成的大军 使得他们能听从哨声的指挥去消灭蝗虫 2000年的灭蝗行动有28万人参与 那是近25年来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荒灾 一只木鸡能防御7.5亩土地 政府通过向牧民发放木鸡 让鸡群跟着牧民转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而且木鸡的饲养成本也降低了很多 光吃蝗虫就能吃到撑死 比起饲料剂 木鸡可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还有就是靠大规模的飞机撒药 或者引进天敌粉红亮鸟 以及采用微生物农药感染蝗虫 我搜了几个相关的新闻 除了很多网友问蝗虫能不能吃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2018年2013年和2000年 新疆治理蝗宅的新闻 常规的做法就是发迹派押 以及引进粉红亮鸟 而至于东非蝗宅波及印度等地 国内的老铁们也是看热闹 看笑话的心态 这也确实是咱们中国人被保护的太好了 蝗宅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 历史上的蝗宅每一次都是举国的灾难 建国之后被生态学家马仕骏给控制住了 所以才沉浸了几十年 几代中国人都没有蝗宅的记忆 这都要感谢那些奋斗着的我们中国的生态学家 而即使此次的非洲蝗宅影响不到我们 中国还是要积极的参与防治 因为蝗虫最可怕的 不光是聚集之后寸草不生的啃食能力 还在于蝗虫的形态可能会发生变化 导致蝗宅的出现非常的突然 蝗虫刚出生的时候是独居温和害羞 是危害不大的状态 但是一旦聚集到六十只以上 蝗虫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可能会发生变化 性格也会变得非常的暴躁 富于攻击性 而且食欲大增 并且开始成群的行军 蝗虫相遇后会不断的合并 而且群体会越来越大 亚恩就发现只要不停的戳蝗虫的后腿 原本温和的蝗虫就会在几个小时之内 变成极具攻击性的形态 也就是说蝗虫聚集时相互拥挤 不停的戳其他蝗虫的后腿 它们的形态就变了 所以虽然今天的沙漠黄 不会波及中国 但是明天会不会演变成为 能够在干旱湿润两种地区 都可以生存的蝗虫 而且蝗虫的星军不分国界 会在其他的国家聚集 聚集之后 然后成群的进入我国 俄罗斯和中国西部 蝗虫的灾害都经常来自于哈萨克斯坦 而当蝗虫跨过国境的时候 就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了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就派人去哈萨克斯坦一起治理蝗虫 虽然合作的一直很有成效 但始终不能根治 就是无法将它们赶尽杀绝 记得三体小说里有一个情节 三体人通过质子告诉我们地球人说 你们是虫子 而在这部书的第一步的最后一部分 人类终于意识到了一个道理 虽然我们被三体人说成是虫子 但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消灭过 追踪蝗虫是非常难的 而且周期也非常的长 基本上都是以三个月为单位 而监测技术人员的人手也不足 导致虫卵非常难找到 长脸个人觉得这个问题 目前来看也只有咱们中国能够克服 比如中国有支付宝的公益活动 如果农业部和支付宝合作 不光搞种树的公益 也搞一搞蝗灾控制的公益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预算 来养活更多的监测人员 而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地广人稀 如果治理蝗灾无利可图 资本就不会为国家服务 所以蝗灾也比咱们中国严重一些 蝗虫还会在其他国家产卵聚集 而如果蝗灾过境到中国和俄罗斯 那我们中国也只能和其他国家合作 其实根治的方法还是有一天 希望能侦测到各个产卵地 把虫卵给解决掉 我们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 科学家就结合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 将我国大部分的蝗虫区进行了改造 使蝗虫区的面积大范围的缩小 不会像印度那样一遇的蝗灾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减产 此次东非的蝗灾也让很多国家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 蝗虫的冲乱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中国治理的再好也防不住境外的蝗虫入境 所以帮助其他国家一起治理蝗虫 其实对我们中国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而老铁们一定会问长脸这期为什么要聊蝗虫呢 因为就像肺炎一样 蝗灾一样 全球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整个地球是一个整体 是会相互影响的 全世界就只能一条心的去抗击 没有人能独善欺身 灾难真的不是好笑的事情 也不是任何所谓的嘲讽或者攻击他国的机会 一些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者 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最好能明白这个道理 比如美国 印度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上 真的别他妈在当嚼屎棍了 好了 今天聊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